聯合政府相關的合作上面 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今天只差在一個 總統這個選舉的 這種候選人的組合問題 到南投紫南宮參拜 柯文哲在被問到藍白河 說現在只差總統怎麼合 時間差不多啦 不能再拖了 這一兩天要把它解決掉 活科科都已經走到這裡了 所以你一定要只剩下這個選項 這我也理解 所有都可以接受 眼看距離登記只剩下一個多禮拜 柯文哲終於放低姿態 還說要找前總統馬英九當見證 但馬英九主張的全民調 少了國民黨想要的政黨支持度調查 引發基層反彈 荒華不是只有你們黨裡面的幾個人同意 下一次如果跟朱立倫主席在見面 我也希望就是公開透明 讓媒體都知道 我也邀請這個馬前總統 來當一個見證人 這一次是第一次跨黨派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子一個對比 互比的建議 那還有一個就是佔比 應該多少正在討論當中 非常謝謝馬總統 也謝謝王院長 給我們的關心 我們把它畫成一個動力 面對民眾黨 國民黨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善意 麗拼藍白河 禮拜三國民黨中常會特別延到禮拜天十九號才開 傳出國民黨最後底線是全民調數據佔比 侯科配 柯侯配對戰賴消配佔百分之六十 而百分之四十則為政黨制度互比 若民眾黨還是不買單 藍營將全面開戰 第一波就解釋柯文哲台北市長任內政績 全力拼氣爆 我們都在協商當中 不能只顧自己 或者是不能百分之百要求對方堅持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造自己的想法 黨中央這段時間非常用心 我也期待柯主席 我們要更積極地去面對國民黨拿出的善意 全民調的這所謂的比例佔比 我覺得都可以再進行討論 喬不定的藍白河大局 在時間的逼迫下 終於快要有結局 現在傳出國民黨的底線就是六四比 怎麼樣六四比 就是說用侯科配或是科侯配 去對賴消配的全民調 這個結果佔六成 那麼另外政黨的支持度是佔四成 那剛才林陶也說 這個新聞的可信度非常高 那基本上林陶講的 我就把它想成是朱立倫講的 因為他們兩個關係 大家也知道非常密切 所以接下來就要請教這個民眾黨的友誼 所以不是國民黨的友誼 民眾黨的友誼 因為現在感覺 科辦跟民眾黨講的這個方式 感覺是兩套說法 昨天科辦的翻譯人是說都在協商 所以對比互比幾% 這個東西本來就可以再討論 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吳亦軒講的都可以討論 可是楊寶貞 寶貞是民眾黨翻譯人 他的態度比較硬一點 他說民眾黨的底線就是一般的全民調 沒有要再跟你什麼政黨支持度 他說大家都知道啊 柯P代表就是民眾黨 那宏友誼代表就是國民黨 如果你在另外去做一個政黨支持度 去加權 那就會有灌水的嫌疑哦 所以現在要請教友誼的是 你們的底線在哪裡 如果說國民黨這邊 人家就是談到最後 一直退一直退 退到六四比 那你們到底還要不要呢 我想大家平常在看電影 尤其這些超級英雄電影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火車要撞山前的最後一刻 會有英雄衝出來 把那個火車拉個轉向 讓他順利的再走下去 這種電影才會好看 峰迴路轉 要高潮跌起的地方 尤其是要在最後一秒鐘 所以馬英九是那個英雄嗎 我想通常這個超級英雄 都會有個像是美國隊長 蜘蛛人之類的 但是最後的結局 通常拯救整個狀況 通常都是一群人的團結 通常不會只有一個超級英雄 都會是大家一起去把他挽救回來的 那今天這個狀況 我想先講一下 因為有一些可能有些人 或是一些媒體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柯文哲現在在樹立敵人 他的敵人就是國民黨 他在不斷地想要打壓國民黨 但我想在這邊 澄清是完全不是 其實柯文哲今天很明顯 很明白的 就是他認為 他要呼籲的是民意 那現在很多的民調指出 有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甚至到超過六成的民意 是希望政黨輪替的 那柯文哲希望做到 就是能夠團結在野 藍白河這樣去呼應這樣的民意 所以他的敵人絕對不會是國民黨 那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講出 即使是侯柯配他也接受 但是要怎麼樣決定這個柯侯或侯柯 絕對不是說兩黨的領袖 或是總統候選人 我們自己坐在這個 這個自己在一個參會 還是一個什麼地方 就是那個民調方式 沒錯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兩個黨 當然都有自己的立場 我今天看這個部分 科辦的發言人宜萱 他是代表柯文哲總統政權團隊 那寶貞的話 他們兩位都是我朋友 他是代表民眾黨 但我們知道民眾黨的主席 也是誰就是柯文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認為其實昨天宜萱 這樣子去談 已經代表柯文哲 可能我們內部 已經有一些討論 新的討論 但現在態度有軟化 現在是怎麼樣的結果 我也還不清楚 因為一定還在討論當中 但是必須得說的是 我認為不管今天是全民調 還是國民黨提出的四六比 這樣這個這個部分 其實很大的重點 就是兩個黨 他在這個合作過程中 都必須得要和自己的支持者 做一個交代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能夠讓我們的支持者 即使最後柯文哲當副的好了 也要讓他們能夠心服口服的去接受 要去支持侯當政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很努力 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公開 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一個協商模式 還有最後這個民調的模式 所以兩邊都有各自的難處 但是我相信到最後一定可以有個很好的結果 那這個過程中像是朱主席 像林桃這邊代表的是朱主席 朱主席這一路來 我們也看到他是從一開始的這個黃金會之後 他就一直不斷的談 說要協商 他也釋出善意 他也他也很好 他有特別寄一些邀請或一些祝賀的東西 到我的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這個誠意是非常 其實是非常大 所以小雞的部分都在藍白河 已經在進行 對那到後來這個禮拜 馬英九總統出來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是代表國民黨 然後當選全臺灣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所以以他的高度還有整個對於民意 還有對於整個國民黨 我覺得他代表性也是很夠的 就像朱立倫主席本身一樣 他們看的絕對不是單純操這個總統 這個盤 還有立委的不分區的所有的盤 他們都去看之後 馬英九總統這樣跳出來 那我們非常的感謝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在於未來 也許未來臺灣有可能走到聯合政府的話 那馬英九他的歷史定位 朱立倫主席的歷史定位 是會非常的強烈 那最後我必須得講 後來馬英九總統 他出來講了這個全民調的模式 他認為應該走這一塊 那韓國瑜也有出來 他在他臉書上就寫 他也支持要全民調 他就附和馬英九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立委 參選人國民黨的 像是羅志強也馬上出來附和 徐曉星這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區域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非常的知道 打選戰的辛苦 尤其其實他們已經背上了 國民黨的黨徽了 其實光是侯友宜一個人 去幫他們站台 也許沒有辦法 辦法幫他們開拓更多的票員 基本上動員到的吸到的票 都是國民黨本身的基層支持者 那這個部分 其實許曉星 羅志強 老實講 他自己本身就吸得到 有一個意思說 要有柯文哲 你們才選得到這個中間的選票 才比較容易去吸引到一些中間的 甚至是一些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老實講 這次柯文哲 他也釋出很大的誠意 是他沒有在所有的區域 去提這個立委候選人 其實就是不希望去影響到 國民黨的選情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些立委 一些比較會出來反對 這個藍白河 或者是比較出來炮轟柯文哲的 比較多都是不分區 或是這次沒有要選的人 他們沒有那個壓力 好 來 友宜 我們要繼續補充 說到這次沒要算 誰反彈的力道最強 我先來請教一下溫大哥 因為馬英九丟出這個全民調 當然後面有韓國瑜 謝國良 羅志強這些人 就是紛紛跟上 可是國民黨還有不同的聲音 就像是王金平 王金平 趕快擊摳這個李乾隆 說南部的傷心反彈有多大 國民黨到底是在怕什麼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蕭旭成他是怎麼樣說 他講這些話 到底是都在想什麼 蕭旭成說 有人質疑馬英九被刺侯友誼 跟柯文哲唱賀 眾人缺乏常識 他說馬為什麼要幫柯P 柯P過去冷嘲熱諷 還不要跟馬英九握手 馬根本沒有理由要幫柯啊 另外蕭旭成還說 到底是你重要還是台灣人民重要啊 主張要向民眾黨開戰的 根本就沒有把國民黨的前途放在眼裡 好 把民眾黨當成首要敵人的人 你就是在幫賴清德 講這些話 是不是都是在劍指王金平啊 因為馬英九講說王金平 頭子的跳出來換隊啊 這個我們請教溫大哥 很多人說啦 這個馬王政爭第二出 又要開始演了 馬王政爭是國民黨內的矛盾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 柯文哲在前一陣子去見 王金平兩次 而且這兩次都是公開 並不是說私下密會 他是堂而皇之還發通告 叫記者在門口堵 可見他是有備而去 那也希望聽王金平的意見 因為畢竟王金平當過立法院院長 那也曾經馬王政爭 他也算是跟國民黨這個黨機器對抗 還沒有被打死 這個講起來是九命怪貓了 所以王金平講的話 他是反映南部比較緊張的心態 是 但我們看南部到底是怎麼回事 南部其實如果說北部的角度 去看南部這一個綠營的板塊 比較不是那麼算是有代溝有落差 但報紙看一看好了 報紙可以從第一版 你看這個禮拜天 這禮拜六的馬英九丟出全民調之後 然後這個反映大概都非常的 可以說特別是這個臺灣時報 這個屬於南部的 都很 但是呢 我是覺得最重要還是侯友宜 畢竟到現在是國民黨提名的嘛 他說尊重大家的意見 臺灣時報各位要瞭解 他現在完全是站在民眾黨立場 因為險前柯建民 柯文哲 有特地去拜訪網易發 就是臺灣時報老闆 所以各位看臺灣時報 不要把他當綠營的 那基本上他現在的報導 完全已經是泛白了 可以說你看臺灣時報的角度 大概就知道說民眾黨在搞什麼鬼 那這樣子下來的話 當然更重要的了 不要說是只看這一些報紙 我覺得旁邊的這一些是更重要 各位可以看得出 包括陳長文 這些全部都跳出來 這不是等賢之輩 連陳長文都會下來 在呼應的時候 就表示這是一股勢力 好 你說臺灣內部自己在那邊 窩裡亂成一團 好 看一看對岸好了嘛 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也特地發了這麼一篇特稿 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說 所以這個是中國習慣的方案 這禮拜講出來的話 剛剛APEC要開 APEC現在大家聚焦在哪裡 就習近平要到舊金山 然後再跟拜登見面 拜登見面之後 我各位心裡要有準備 你不要以為這事情不可能發生 這新加坡當時就已經預測 馬英九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他是可以再選 他是可以 新加坡各位也要瞭解 新加坡的總理最近都要換人了 換了那個新的總理 他也對臺灣的政局諸多 臺灣看起來很不適當的 但是他們絕對是站在提供馬席會 或者是過去的孤王會談 他們一直覺得他們是一個仲裁者 他們發的這些訊息 你不能等錢四肢 但對侯友宜而言 講這話 我覺得這個人 敗相已落 你在怎麼樣 你怎麼會站到一個臺上 上面寫的是書訂 人家長鏡頭一拍 搞好拍上了 天意如此嘛 沒有人叫你站在那裡 你站在台上就是這樣 會比較規定 當然這是在北京 吳思華這一些人嘛 對吧 所以整個氛圍看起來 虎友宜講實在話 事實物則為俊傑 你本身自己吹一吹自己的精良 你有那個腳踏 怎麼有辦法接那個尾 你如果沒有的時候 平衡摸摸的 吃這個 給你當副手你就頭笑 這主上有德 有辦法說要副總統 你怎麼有那個能耐 說這句實在 如果今天不是二零零四年 三一九槍擊案發生 你是刑事警察局長 你跟著當時美國來的專家 李昌宜博士 兩個人翻盤 二零零四年那一局 搞不好 搞不好會改寫 你就是因為三一九槍擊案 你站在執政當局 阿扁這邊的立場 所以讓阿扁提拔你當警政署長 再給你外放到警察校長 你是這樣一路走過來 你 說這句實在 三十年前不到的時候 你還是辦引清風命案 刑事警察局 政二隊小隊長 你從那個時候二十九年開始 一路串升到現在 你還不滿意嗎 所以馬英九出來 我覺得他是提醒大家 看大局 不要去說 這樣眉眉咳咳 各自歸位 還是由外省權貴集團 你們台灣人站到一邊去 馬英九背後到底有沒有人指點他 有沒有更大的勢力要去推波助瀾 這一齣藍白河的戲碼 我們已經看得很久 好不容易 好 明天終於 這算不算是最後的談判 明天會不會有結果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繼續來請教民佑 如果明天的結果 傾家變冤家的話 聽說人家朱立倫這邊也有備案 要來全面開戰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